媽媽生日節目上說 他說他對你非常地嚴格 他有控制慾 但是你今天要吐露真相 你覺得其實更嚴格的是爸爸 小時候假如說我 像是什麼英文沒有考好 對 就他會特別注重我英文 就只要低於大概 怎樣 九十五分很高耶 九十五分以下 他有時候那個 就是會錯誤一些那種 他覺得 他看了 他覺得很簡單的東西 他可能課本就會往我 就往我身邊直接丟過來 他說你是美國人 他說你這個都不會 你丟不丟臉 那如果你不開心的話怎麼辦 不開心的話他 他就不會說什麼 他不會管你開不開心 他完全不擔心 他會覺得說 男生 對啊 然後如果假如說我要離家出 就是他有跟我講過 如果我要離家出走的話 他跟媽媽兩個人都 答案都是一樣的 他說如果你覺得這個家 你不滿意的話 你隨時你都可以出去 但你如果出去了就不要回來 夠狠耶 對 因為他們覺得說 他們對我很好 夠好 不用再那個 對 那你有出走過嗎 沒有 果然是食物者 就是這樣 其實貝克宇 你媽媽常常上我們節目 所以我們聽了你滿多的故事 媽媽在節目上說 他說他對你非常的嚴格 他有控制欲 但是你今天要吐露真相 你覺得其實更嚴格的是爸爸 小時候假如說我 像是什麼英文沒有考好 對 就他會特別注重我英文 就只要低於大概 九十五分以下 怎樣 九十五分以下 他有時候那個 就是會錯誤一些那種 他覺得他看了 他覺得很簡單的東西 他可能課本就會往我 就往我身邊直接丟過來 他說你是美國人 他說你這個都不會 你丟不丟臉 爸爸會這樣講 他會就是像是說 他會問我說為什麼你考不好 對 如果我就是可能有時候說我不知道 他不會說不能睡覺 他就是會跟我聊一個晚上 他爸爸也是還滿以身作痛的 他會就是他會說 為什麼你這題為什麼會錯 你告訴我的原因 就假如說為什麼你會考這個分數 對 我就說因為我 我說我不知道 他就這個理由我不接受 換一個理由 然後要直到我講出來就是說 對不起 初心 沒有認真準備考試什麼的 就這種 他才會說OK 再要去寫那個回過書 小時候 那如果你不開心的話怎麼辦 不開心的話 他就不會說什麼 他不會管你開不開心 他完全不擔心 他會覺得說男生 對啊 然後如果假如說我要離家出 就是他有跟我講過 如果我要離家出走的話 他跟媽媽兩個人都 答案都是一樣的 他說如果你覺得這個家 你不滿意的話 你隨時你都可以出去 但你如果出去了就不要回來 夠狠耶 對 因為他們覺得說 他們對我夠好 不用再那個了 對 那你有出走過嗎 沒有 果然是食物者 就是這樣 好 你現在在美國洛杉磯 你的音樂學院 對 但媽媽其實 有時候會去美國看你 但是你拒絕跟她坐在一起 對 因為就是 媽媽遠道而來 好不容易親子時光 沒有 我覺得就是 我自己住習慣了 就有點像 一個人就自己生活已經習慣了 大概這樣子生活兩年多 然後我家也沒有到特別大 然後就爸爸跟媽媽三個人 都擠在我家裡面 特別溫馨 沒有 就是 變得說 第一個媽媽睡覺 她可能會 她可能會打呼 然後爸爸是早上 就晚上可能八點就睡了 早上七八 七八點就起來了 知道我可能是晚上半夜才睡的 然後就變得說 我的客廳就全部讓給他們 或是我房間就全部讓給他們 我就一個小小的空間 在 就是 我就跟他們講說 你可以跟我住大概五天 他們來兩個禮拜 我說你們跟我住五天 讓我休息一下 再久我可能我受不了 對 我會 對啊 那佩儀姐可以接受嗎 媽媽可以接受嗎 媽媽就說 兒子養大了就不跟我好 就不跟我親啊什麼的 送出國就 兒子就 不跟我親啊 變冷冷的什麼的 就也不是說不會那麼親 就是還是親 但是就是會有個距離感 對啊 你現在住的地方 聽說是亂得很安全 LA 我們那邊就是每天 可能都會有什麼 像 警用直升機在天上飛 然後有的時候 就是會聽得到槍響 在有些電 你可以看到有彈孔什麼的 滿恐怖的 對 但是就 就在那已經待習慣了 所以我覺得可能還好 媽媽可能就會覺得說 有一點點危險在那裡 在就是 就是她會比較擔心 我在那邊 但是我都跟她講說還好 對 但是就是變得說 每天晚上 我都會跟我 爸爸媽媽通電話 讓他們至少知道說我安全 就是我們家庭 就是有個視訊的一個 有個群組 然後就變得說 每天都要跟我一起 就是大概晚上 我那邊晚上時間 大概八點多 然後就我在吃飯的時候 他們就會打電話過來 對 然後 就是如果我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學校 課業比較忙 然後 就是我可能會邊練琴 或者是邊在做事情 就是爸爸就會講說 你連十分鐘 跟我們講電話的時間 都沒有 對 爸爸就會 就爸爸會罵人 就是說 你如果這麼忙的話 你可以不用跟我們講電話 什麼的 就爸爸會這樣講 但是媽媽可能 他說你就十分鐘給我們嘛 對 但是如果我跟媽媽講的話 我可能在自己練琴什麼 媽媽就不會說什麼 媽媽就OK 你忙 我說你忙沒關係 再媽媽就會說 你連十分鐘都沒有 他說 他說你少滑手機 滑個十分鐘 你就有時間了 對啊 像假如說我現在剛回來 媽媽就現在 她吃得比較清淡 白飯 配個生菜 然後再配水煮肉 就水煮肉片什麼的 就很清淡很清淡 當我回來我想吃 像什麼雞排 雞排 珍珠奶茶那些 我就跟我媽媽講說 你吃得有點太清淡 你可不可以做一點 就是有油啊 有肉的 就是有油啊 有炒過的東西 如果這句話 跟爸爸講的話 爸爸就會說 我有東西給你吃 就說謝謝 他說你不要跟我說 你不喜歡 你如果不喜歡 你不用吃 對 不喜歡這個家你可以走 不喜歡可以不要吃 對 他就說有東西吃 你就吃 不要 對 那性格真的差很多 所以你跟媽媽的感情是 我跟媽媽的感情比較好 比較好 你感覺動出來 好 請喝力 那跟媽媽 會有吵架的時候嗎 會啦 就鬥嘴 這次我回來 就是我早上四點到台灣 然後回到家 弄一弄大概早上六點 然後要吃早餐前了 媽媽就過來說 你那個行李收一下 但我早上四點才到 我想我剛放完行李 我媽說行李整理一下 我那時候很累 然後我就說等一下 我說在那吃完早餐之後 那大概六點半 又走回房間 我正要躺到床上睡覺 剛換完睡衣 我想說休息一下 然後媽媽又走過來 她說行李整理一下 我說我待會兒再整理 對 然後有的時候就會小吵 但是都比較像鬥嘴 我跟我媽媽 對 跟爸爸會嗎 現在還會嗎 跟爸爸 爸爸不會管 就是他不會管細的 他比較要管的是那種大的 對 跟爸爸比較不會鬥嘴 就不會吵架 好 因為這個吵起來 就很可怕 對 吵起來比較恐怖一點 跟爸爸 好 媽媽其實在節目中 我分享過 你們家有Line群組 有 但是你跟爸爸的回覆 都是短短的 他都覺得滿受傷 你們回答都好短喔 為什麼 沒有 就有點像 媽媽寫那麼多啊 沒有 媽媽寫個五行 請媽媽回答個四行啊 沒有 就是 媽媽可能會說 兒子現在 現在L.A.那邊天氣很冷 一定要記得多穿衣服 我可能就會回個好 對 或是OK 爸爸 或是有一些就像 媽媽會說什麼 他出來上節目 發照片給我們 就我 我看了一下 你們都已讀不回對不對 OK 好 沒有 我晚上反正 我要跟你講電話 晚上再跟你聊 那個上節目怎麼樣 就 不會 不會想 就我也不知道 要回他回些什麼 就是好啊 謝謝啊 對 你可以回他說 那你也要注意身體健康啊 台灣的天氣很熱啊 我知道 很熱也要注意啊 多吃一點西瓜之類的 沒有 他沒有 他去那個 就他之前他去醫院有檢查 那時候我有回啊 我就回他說 太久了吧 不是 我有回 我有回他 我是說 我是說注意安全 不然就是說 拿到報告 打電話給我這樣子 就是還是會回 就是要看 如果假如說是那種 他分享什麼風景 吃飯啊 一些照片啊 你就是 就是看一下 OK 好 因為不是每天 他每天都會傳 他今天在幹嘛嘛 那就 就我跟爸爸 就是看一下 在晚上 晚上就是 你知道人家發女生 發媽媽發 就等著你們有回應啊 對 媽媽會生氣啊 媽媽就說我們都不回他 對啊 但是 但是我也不知道 要回他什麼 就是 好 因為他回的問題 就是問句 然後 他就 不會 沒有 我沒有什麼 可以回他的空間 就是好啊 有一個PeiBowl 就是你要 就是重複 媽媽前面講過的話 換成你的語氣 就是有A口的感覺 媽媽需要那種 即時性的回復 他不需要你跟他說太多 但他想要被回復的感覺 對 去把它複製貼上 改一下 對 就稍微改一下 就媽媽那個是問號 然後你就把它改成金湯號之類的 問句變肯定句這樣 單身行不行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獨家的 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